现在我们来到了古兴的印度街,我们进去跑跑,这里是它的入口,前面是团结门,就是印度街的入口。 所以上面有很多很漂亮的屋顶。 很多印度的穆斯林,他们就在这里卖一些穆斯林的衣服,一些商品。 当然这里也是有华人在这里做生意。 印度街,这个是他们做的一个门。 上面还有挂着华人的灯笼。 所以你的建筑物呢也是,也是那种他们很久的那种建筑物。 走到这个印度街的尽头呢,就是前面的白色建筑物呢,就是这个旅游区的建筑。 这里就是印度街的尽头了。 前面这里是水面团的。 附近那边也是有这个卖物店。 过了这里有看到一个很大的壁破。 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拍照 如果你来到这里呢,里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巷 你可以从这里穿出去 比较快 好 OK 穿出来这里呢 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回教堂 前面这里就是 哈罗宾公园 这里整条街呢很多 那些 印度穆斯林 就是 印度穆斯林呢 他们有卖一些 他们杂货 你看很多加利粉 其实也是很多本地人 他们要找那些加利粉 还有一些 他们烹饪的一些 用品呢 他们都会来这里买 那我们也会看到 啊 猫的雕像 这个是用铁做的 然后呢 啊 这里呢 我们会有看到喷泉 然后也是有壁画 如果你有来呢 你也是可以在这里拍照 然后 对面就是 鲁迹河 沙拉瓦河,就是河,河滨公园,就是在这里。 所以其实它这个印度街呢,它很靠近河滨公园。 这是靠近,印度街附近外面的河滨公园。 哇,現在很大風的亮 這裡就是他們的夜教堂 是蓋在河的上面 這裡還有很多鴿子停留在這裡 有帶一些食物來,就很多鴿子不會飛到你這邊 這是一個鴿子不會踏的 哇,我走過他也不會飛走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